街路棚是潮汕化的俗称 意思呢是在街边搭起的棚架 可是贵宇镇的这个街路棚可非同一般 还是当地农民为了组织大型书画展览特意建造的 位移一公里多的街道两侧都是商号棚 路棚的棚架仅靠商铺 白布覆盖着整条大街的上空 书画作品就张挂在各家铺面上方 四乡巴黎的人们赶来欣赏书画 购买物品尽免日晒雨淋之苦 又有精神物质的收获 结莫大欢喜 据文化部门的人士介绍 贵宇街路棚始于明家境年间 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偌大的神州仍以如此形式大规模展览书画作品的 谨慎贵宇一处 因而有人称其为中华一绝 追溯贵宇街路棚的历史 人们会谈起当地两位历史人物 陈江和陈光的故事 位于广东朝阳市西部的贵宇镇 历史文化较为发达 名人汇翠 陈姓聚姬的华美村 明朝时有两位青年高中进士 官职侍郎 这就是陈江和陈光 民间称为陈南科和陈北科 长期以来 朝禅民间流传着陈北科的很多趣闻意识 其中郑德皇帝的妃子 戏称北科为国舅 而在贵宇兴建的国舅府 黄门帝仍然保存至今 嘉靖年间 陈江陈光告老还乡 模仿当时苏州庙会的格局 在大街两旁搭起了荧幕棚架 展出统一规格的书画连符 配以古金银帘 供乡民观赏 展出为期三天 于每年二月 为纪念唐代义史张寻许远训难 举行游相庙会式举行的 后人沿袭至今代代相反 由于历史原因 贵宇揭路棚曾经停办了三十多年 到了一九九零年 由乡民自发筹资 重建复办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这京春明城卫伯 六十四年 如果没有影响 这种刑备 这种刑备 就是有民间 创提的贵宿有名 加起历史 斗牌起来 加起历史 这种斗牌起来 这种刑备来做刑备 成千月之间 他可以改革并 改革并 这种刑备去刑备去刑备 四百多刑 四百多刑 做刑备时多刑备 四百多刑备 这对刑备刑备 当初做一个刑备 就用下刑备了时间 这种刑备成千月之间 这种刑备成千月之间 这个刑备成千月之间 八二万九都六十九万八成功 据介绍 展出书画最盛时期 有上千幅绵延及华里 其中有李子长画画 唐衍 朱允明 楚遂良 以及当朝名人丹青 复办时 仅得古字画六十余幅 还使乡民珍藏于家中捐献出来的 现在展出的四百多幅作品 则使乡民拔始于千山万水 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 这些书画既有中央各省市领导的作品 有知名书画家教授的作品 也有功能兵学商的作品 题材广泛 风格各异 琳琅满目 每年展出之时 均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人 前往观赏 我们就想要杀整成一半的 如果我们还是需要杀整衣 我们可决定 满足 我们可以想要杀整 ç 一大就多少錢啊 大個那邊三錢 大個那邊就是三錢 三錢就是我們來做什麼 三錢就是幾十人 幾十人來做 這幾十人做年開人補充 就是在 有工資 但是這個未曾有出的 不是 表明者是不出的 表明者是不出的 這個廣告 我創 我創造的 是幾十人 這幾十人 這幾十人 這幾十人就修創 四人就修創 那是不修 這是年齡 老人家年齡這麼大 是人家修副嗎 老人家家修副的 老人家修副的 老人家今天幾歲了 八十幾歲 那天沒有 過往前沒有帶來的 那天沒有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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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 作品展覽 總有一些明天 書畫作品收藏家 前往觀賞後 意猶未盡想收買作品 每每遭婉緣拒絕 也有書畫家觀賞後 受到感動 親自帶作品前往捐贈 作品是無價的 鄉民們自發籌辦展覽的熱情 更是無法比金錢來衡量 作品的編號登記 張掛收藏 清潔 防住 全是義務勞隊 這十六個存放作品的大相格 十四位老人分別藏於自己家中 妥為保管的 一路棚製作奇特的木柱子 安放於露面 並未埋入土中 靠木結構的筍頭互相牽制 棚頂富以百步 大約是為了減輕重量 又達到透光的木 但是白布每三兩年就得更換 這大量的工作 也是他們義務勞動的範圍 作品展覽期間 不分白天黑夜 均有專人巡視看護 夜晚棚裏滑燈高照 十二個路口設立的 牌樓彩燈迷紅閃爍 這也離不開他們的辛勞 幾年來 每逢展覽紀錄棚裏的商家鋪號 自陶資金請來放映隊 放映電影和錄像 更為這有著四百多年歷史的紀錄棚 增添了現代氣息 會與紀錄棚顯現在人們面前的 一部僅僅是普通的書畫 成長已經詬集中 尺蛇 立法 男清獨 作禍 感谢观看